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是判决该房产转让行为无效 二是判决前夫吴东民属恶意转移财产行为 三是判决案件第三人 即我们婚姻的小三陈月的不当得利 恶意串通 吴东民在法庭上慷慨激昂地为自己进行辩护 他拿出他写给小三陈月的欠条 表明他是欠陈月的钱 只是过户房产给陈月抵债 不是恶意转移财产 吴东民还拿出打印的微信聊天记录 用和我的微信聊天内容 向法官表明 他当初卖房是经过我同意的 我看着吴东民提交的证据 激进情绪崩溃 他怎能无耻到 用掐头趣味的聊天记录 表明我是同意卖房的 他当初欺骗转移房产时 在微信上对我说 房地产市场低迷 他想办法看看 能否找个出价高的买家 我随口地回答好的 这就成了他举证 我同意卖房的证据 吴东民赤裸裸地欺诈 让我再一次见识到 男人绝情时能无耻到什么地步 我和吴东民相识于高中 真正属于从校服走到婚纱的恋人 那时每天骑自行车上学 我们总能有意无意碰面 从我身边经过时 吴东民总是笑容灿烂地望着我 那个青春阳光 干干净净的大男生 和眼前这个撒谎狡辩 把无耻表现得淋漓尽致的男人 怎么可能会是同一人 我几乎无法相信 却又不得不信 那时吴东民家一穷二白 年迈的双亲靠百个小面摊 维持生活 吴东民下还有两个正在读书的弟弟 高中毕业后 我们俩都没有继续读大学 我们恋爱了 当时我家死活都不同意 我们恋爱 因为吴家太穷 我和吴东民同时进了一家服装厂打工 我学习采缝纫机 东民学习采剪 我们肯吃苦 又好学 也非常恩爱 我们一直待在这家服装厂 从打板 裁剪 打样 到缝纫 厚盗 每个流程 我们都认真学习 操作熟练 没几年 我们俩就都成了常理技术全面的老师傅 虽然 我家里还是不同意我们的婚事 但随着我年龄渐长 再看着我和吴东民那么拼命努力 父母便也不再像从前那么反对了 我妈偶尔还叫东民到我家来 吃个饭 陪我爸喝两杯 我也不让准公婆去摆地摊了 我把他们两个老人安排进了我们服装厂 负责包装 对包装这个不用风吹日晒 又干净轻松的活 准婆婆十分满意 走到哪里都和人说 他们家好服务器 找到了个好儿媳 东民和我说 等把他两个弟弟供到大学毕业 我们就结婚 这些年 我俩都是只花他的工资 我的工资几乎大半都寄给他读书的弟弟 他拉着我的手 一脸歉意 辛苦你了 我觉得未来一片光明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 那天我正在上班 突然接到110的电话 说我爸骑摩托车 载着我妈和我弟弟 被土方车撞上了 情况比较严重 我和吴东民发疯似的冲到医院 我们看到的是已经冰冷的三具尸体 我哭得昏天地暗 转眼间失去了三个至亲 我成了孤儿 吴东民紧紧的搂着我 他对天发誓说 此生要对我好 否则他也一样被土方车撞死 我紧紧的捂住了他的嘴 我知道除了他 我什么都没有了 我要他好好的 肇事的土方车司机 赔了我家32万元 我叔叔的意思是 这32万元用我的名字买套房 不管住不住 以后也算有个保障 如果我的身体 以后有个大病大灾的 这房子也能变现 给我治病 毕竟我以后 是个没爸没妈的孩子了 听了叔叔的安排 我哭得很伤心 我明白 自己以后是个孤儿了 一切都只能靠自己 我和叔叔说 我和吴东民商量商量 出乎意料 吴东民没有听从我叔叔的建议 东民说 现在服装加工市场一片大好 我们俩又都是专业人士 我们用这个钱开个加工厂 一定能大赚特赚 我也觉得东民的提议很好 在服装行业这么多年 我们已经具备了单干的能力 而且经历了这场变故 我也觉得人生无常 迫切的想干点事情 来告慰父母的在天之灵 叔叔听了我们的提议 也没有更多的反对 他只是提出 让吴东民写个借条给他 表明这32万 是我娘家借给吴东民开场的 东民爽快的写了借条 工厂红红火火的开业了 我和东民都一心铺在工厂里 全力以赴的赶生产 抓进度保质量 两年时间不到 我们就买了房 买了车 热热闹闹的举行了婚礼 婚后 我和东民已经不满足于 给别人做加工 我们开始自己开发样式 在市场上推广 我们自己的服装新品 市场反响大好 我们赚的盆满钵满 吴东民的两个弟弟 大学毕业后 我们给他们也都买了房 东民和他们一家人 对我都充满感激 我觉得父母离开之后 在这世上 吴东民的家人 就是我的亲人 对亲人 我根本不计较 钱财的付出 一切都很顺利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婚后快两年 我还是没有怀孕 我去医院看了专家门诊 专家说 我是因为有假抗 引发的激发性不孕 怀孕的几率较低 要靠常年调养 生活不能有压力 我欲哭无泪 生活为什么总给我难题呢 东民也有几分沮丧 但他很快调整了自己 他安排我在家休息 不要再去工厂操劳 我感动万分 因为我的工作需要人接手 东民去人才市场 招聘了个大学毕业生 就是陈月 我开始在家安心调养身体 不再管工厂的事情 在家静养了三年 我的肚子依然没有动静 吴东民似乎也失去了耐心 有意无意的 吴东民开始晚归了 并且不做任何解释 从来大大咧咧的他 开始时刻留意 手机不离身 并且设定了密码 他经常会半夜时 偷偷在阳台接电话 声音压得很低 他的车里有淡淡的香水味 副驾上有卷曲的长发 我知道像太多故事里讲的一样 我的危机来了 但我想工厂的启动资金 是用我爸妈的命换来的 工厂从筹建开始 都是我和他一起 拼死拼活赚下的 吴东民再胡闹 也不至于会对我无情 我决定回到工厂上班 吴东民死活不同意 坚决要我生完小孩再说 我很明白自己的身体 我已经遵听医嘱 静养了三年 还是没有任何效果 那么也许我就命中注定 可能没有小孩 没有小孩 我不能再没有家 没有事业 我得回工厂工作 和吴东民一起奋斗 看我那么坚决 东民也拦不住我 我回去上班后 婆婆对我的态度 变得鬼鬼祟祟 躲躲藏藏 这让我觉得奇怪 也开始留意 很快我就发现了 陈月就是吴东民的出轨对象 并且吴东民是认真的 做妻子的有些直觉 与生俱来的 吴东民看陈月的目光 忘情且带着无限温柔 那是一个恋爱中 男人该有的样子 掩饰不了的 我什么也没有说 仔细观察陈月 他安安静静的 全身心投入工作 或许是为了避嫌 他几乎不和吴东民或我说话 我知道他是心虚 我查了陈月经手的所有报销款 有几万块钱 没有明细支出发票 我明白 那是他们的恋爱经费吧 开房 吃饭 买礼物之类的 陈月不敢贴上实际票据 陈月大概以为 吴东民给了钱 让他花 写个白条就可以 我复印了这些报销单 这些是我以后 找陈月算账的证据 在法律上 他拿不出 用于工厂购物支出的凭据 就是贪污公款 就是犯罪 我请了工厂的几个老工人吃饭 这几个老工人 都是从建厂支出 就跟着我的 和我有感情 他们一定知道陈月的事情 当我开口问 是不是吴东民和陈月好上了时 他们七嘴八舌的告诉了我许多 甚至吴东民和陈月 两人租住的地点 果然吴东民和陈月的事情 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大家都知道了 除了我 晚上我去了婆婆家 我婆婆以为我什么都知道了 让我饶了他们一家 说老吴家现在家大业大 不能没有后 况且陈月怀孕四个月了 毕超是个男孩 婆婆让我忍忍 陈月怀孕了 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 把我还想挽回婚姻的想法 积个粉碎 我以为 吴东民只是和所有有钱就变坏的男人一样 好色 花心 找个小三风流快活一段 却没想到 远比我想象的严重 吴东民 看来早就过上了一夫二妻的生活 并且还让小三怀孕了 想是看我面色凄厉 婆婆又说 实在不行 就离吧 这几年 东民的厂一直赔钱 你要多少钱 估计他也拿不出来 反正我们老吴家的长子 不能没有儿子 我气得浑身发抖 说不出一句话来 东民的厂 老吴家 哼 你可真是吴东民的亲妈 我的好婆婆 平时 我把婆婆当亲生母亲来孝顺 比她女儿对她还好 关键时刻 她只想着把我扫地出门 我那两个小叔子 我用我那可怜的死去的亲弟弟的赔偿金 开场 辛苦赚钱 我供你们上大学 给你们买房买车 你们倒好 不但连一句公道话都没有 还合伙欺瞒我 我觉得可笑 自己可笑 这些年里 自己掏心掏肺 把他们当亲人 可其实呢 他们全家 不过当我是个任人愚弄 欺凌的傻子 我知道 命运再一次把我推上了绝顶 错一步 便深不见底 我是个孤儿 但是 也绝不能任由你们如此凄凌 我回到家 发现吴东民坐在屋子里 面无表情 我明白 是婆婆打电话给他了 告诉他 我已经知道 他和陈月的事情了 吴东民麻麻地看着我 对不起 我摇摇头 无力再去询问什么 吴东民气气哀哀地说 我没想 把陈月怀孕的事情告诉你的 我不想你受伤害 我是计划 等陈月生下儿子 给他笔钱 让他走的 我带着孩子 和你一起好好过 我只冷冷地吐出两个子 扯淡 吴东民瞬间就恢复了平静 那你有什么要求就提吧 我不能没有儿子 我明白 这才是他的真心话 从恋爱到现在 十多年了 我人老朱黄 又不能生孩子 这日子 横竖他是不想过了 他正憧憬着 年轻的娇妻和幼子 那才是 他想要的美好生活吧 我还想听听他说什么 就很平静地问 离婚吧 你打算怎么办 吴东民 仿佛在进行一场商业谈判 冷静 且滴水不漏 这三年 你不在工厂 大环境也不行 工厂亏损得厉害 因为不想让你担心 所以我一直没告诉你 我们住的这套房子 我已经卖掉还债了 家里还有多少现金 存折在你那里 你都带走吧 我怒急返笑 到底是人变化的太可怕 还是我真的从一开始就瞎了眼 我当年到底是找了怎样的一家人呀 这个让我前半生几乎付出了一切的男人 此刻正心安理得的计划着 把我像丢垃圾一样丢掉 给我家里所有的现金 因为他一直说工厂流动资金紧张 家里几乎没有现金 全部的存款不超过三万元 这点他和我都很清楚 经过双方律师的辩论 何一庭商议后判决如下 一 房产转让行为无效 原因是 吴东民无法提供向陈岳借款的资金网来明细 仅凭一张借条不能说明借款事实成立 二 吴东民伪造借条 人为制造债务 恶意串通第三人 恶意地价转让房产给第三人陈岳 判有期徒刑三个月 缓期三个月执行 三 案件第三人陈岳 恶意协助吴东民过户房产 需在庭审结束后十日之内配合原告 把该房产及时过户回原告名下 房产过户税费 由陈岳承担 吴东民和陈岳面色难看至极 怒冲冲地起身 相继离开 走过我身边时 吴东民昂首挺胸 连眼角都不曾瞟过一下 似乎我是一堆他避之不及的垃圾 我笑了 朝法庭外走去 雨过天晴 外面阳光大好 房子拿回来 这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 我会请会计师事务所 好好省计 我不在工厂时 工厂三年的财务状况 我要明白 是我的工厂真的经营亏损 还是吴东民在玩什么猫腻 我会慢慢追逃 所有属于我的财产 我会举证 告吴东民重婚 吴东民 咱们走着瞧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